中秋佳节可算是最具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节日之一 中秋象征了合家欢乐 家庭团聚 当然少不了月饼这种传统的佳节食品 而南加大华超市的所有分店里面 各式月饼礼盒已经上市了 为了满足来自世界各地民众不同的口味 今年除了传统口味的月饼 还会为您带来倍感家乡风味的月饼 将会献上广式 台式 日式等等不同风味的月饼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台湾首信坊牛渣糖饼干 大华超市今年也特别从台湾进口了首信坊 特别中秋月饼的礼盒 以日式包装的礼盒精致大方 值得贫赏 本次更是做到了将传统和果子相结合的创意礼盒 店里还有百合百喜事满堂 蛋黄豆沙礼盒 和百年老字号陶陶居带来的七星半月礼盒等品牌也赫然在目 特别是陶陶居的双黄白莲蓉和红莲蓉饼 舍弃了普通的白糖围料 改用健康的海藻糖制作 而老品牌一美月饼 秉承传统的馅料为主 其中包括莲蓉 红豆 枣泥和蛋黄等 此外还有精选上等馅料 细心烘焙而成的绿豆泵 基本上价格从五块九毛九到二十几块的月饼都有 就价格可以迎合不同的消费者 品种比往年也更多 天下卫视记者王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